6月15日,平等应视人如己,立场护益,平等应抿除成见,消灭对待,平等应尊重包容,促进和谐,平等应建立共识,宣导文明, 平等不是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,平等应该视人如己,护益立场,平等应该顾及对方的尊严,权益,唯有人我共尊,才能达成彼此的平等。 儿女与父母要求平等,认为父母为什么一定要坐上坐?儿女要求与父母平起平坐,这是不懂伦理,而非平等,因为平等要长幼有序。 属下与长官要求平等,认为长官能,为什么我不能?属下与长官要求同等待遇,这是不懂规矩,而不是平等。 因为平等要尊卑有别,真正的平等是立足点的平等,而非棋头式的平等。 一场赛跑,每个人的棋跑点都一样,但是枪声一响,大家奋勇向前,个人的速度快慢不一,彼此各凭本事争取第一,不能要求大家同时抵达终点,这才是真正的平等。 平等的主张可以消灭人世间的不公平,平等必须持基于人我互尊,要能不分大小,不分贫富,都要互尊,才能做到自他平等。 事里都能平等,才能带来世界的和平。 文思修,真正的平等是立足点的平等,而非棋头式的平等。 每日同一时段,与你相约,有声书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